要發放的禮券 手上捧著兩大袋紙袋 要回去放送教師節禮物 裡面一張張全是禮券 教師節快到了 幸福送禮 向辛苦一整年的老師們致意 但每個老師卻只能拿到 薄薄兩張200塊禮券 引發民眾熱議 直呼會不會太空 最少非常少 老師平常也很辛苦 怎麼會主發200塊 連家長們都看不下去 原來最近不少家長老師群組瘋傳 全縣市教師節禮物 包括台北市2000元 新北市500元 雲林縣300元禮券 而金門則是高粱酒一品 嘉義市則被網友狂酸 只送卡片一張 是在懲罰老師嗎 如今宜蘭發200元禮券 民眾傻眼直呼 是在比爛嗎 我們在近視活動的費用 在全台各縣市比例 來做比較的話 還是相對偏低 政府作為我們的顧 基本上他本來就應該要 積極主動的 來表示這件事情 各界的一些意見 我們也會參考 其他縣市的相關的一些做法 那就針對這個額度的部分呢 我們在明年度會來做一個規劃來演繹 原來今年宜蘭縣府教師節禁師活動 採取聯合券務禮券方式 發給縣內高中 國中小幼兒園等約有八千八百名老師 預算將近一百八十萬元 但也有老師認為 教師節禮物無關金額大小 只是Kimoji問題 這半除了有型的教師節禮券外 能更重視整體教育環境 才是最棒的教師節禮物 記者 李醫生 宜蘭三方報導